黃偉翰他就說嘛 民進黨在北市的基本盤 以過去來說 他看起來大概就是35%起跳 但這一次有一個考量的因素嘛 黃珊珊會加入戰局的話 那他有可能拿到15到18個百分點 那剩下呢就是82% 國民黨跟民進黨之間要分 那要是這其中誰高誰下 民進黨如果衝到40% 那國民黨真的就很危險 那他這樣一說 其實我們就對照1月29號的TVBS的民調 講完看起來對啦 是有40%沒有錯 但是陳時中 我們現在是以假定陳時中進來選 跟黃珊珊又各佔了19% 這代表北市的民進黨支持者 其實並沒有完全表態嘛 才會讓陳時中只有19% 你自己怎麼解讀 講完是不是其實他戰力 可能沒有想像中這麼高 因為民進黨的這個候選人 畢竟還沒出現嘛 所以還沒定毛 那現在也沒有一件的 一定要支持陳時中 因為台北市民對於 陳時中的防疫的一些政策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意見的相鎖啦 所以你說這35% 民進黨基本盤 他當然是現在民調 反正又還沒確定推誰出來 當然是先看看啦 也許林家龍不錯啊 也許不要陳時中換小美琴來好不好呢 民進黨支持者會有一些期待嘛 所以現在還沒有把民調最終決定就是 我投給陳時中 那但是到最後民進黨就是這樣子啊 當最後選情歸對 你總不可能去投蔣萬安 或者是黃珊珊嗎 他們一定就是把票瞄準在 哪一個民進黨候選人 登高一呼就是他了 那35%的這個盤就出現了 所以韋翰講的沒有錯 他民進黨在北市基本盤 現在已經30%以上 那黃珊珊現在一直做民調 一直做民調都有15到18% 他也是民眾黨的這些鐵粉支持者 大家都定了啦 而且我覺得最近在談藍白河有點 我看現在是破局了 因為大家都說 因為謝利公出來說 柯文哲 謝利公出來說 我們現在國民黨要談藍白河 國民黨要拿誠意出來啊 但是我們 好黃斌一開始丟這個話題的時候 最沒有誠意的不是你柯文哲嗎 就說不然你們去藍綠河好了 我們會各個擊破 就是誠意這件事情 當然要大智慧大溝通啦 大家一起坐下來談 但是依照現在的態勢來講 我覺得是很難啦 而且民眾黨需要母雞 到時候民眾黨總是不能 就是跟蔣花藍一起拍照合影 然後蔣花藍幫他們站台 不可能 但是你現在看到 黃珊珊雖然15到18% 他沒有辦法穩穩的當選 他還是可以玩啦 就是看他這一局 要拿到什麼樣的角色 但是他在2022年 他如果當一個母雞 12到18%的選票 就可以讓每一區有一席議員當選 所以黃珊珊要不要出來 黃珊珊最後還是得要出來的 因為他總要顧他底下這些民眾黨的議員 這個能量到新北都還有外議 所以台北一定是需要派黃珊珊出來選的 所以剛剛這樣子講 我們在講我們 蔣花藍他平常就是比較低調 他稱蔣經國的時候也不是說我爺爺怎麼樣 他是說蔣經國先生 對他都是這樣子去講 所以他對於他信蔣這個東西是他的資產 我覺得在台北算 台北市算是 但是近年的那個氛圍雖然 會變得比較奇妙變得比較微妙一點 就是信蔣這件事情在2022這次選戰 到底是加分還是負分 我覺得他應該要再有態度一點 因為在台北總是很多我們外省的 或是之前受到蔣家照顧的 人是很多的還在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討好綠營的中間 綠營或中間選民說 其實我跟蔣家的淵源沒有那麼深 然後我遇到獨裁專制 包含說園區的一些紀念 或中正紀念堂的這個銅像 要不要拆掉的時候 我用一個比較迴避的話題 我老實講 你沒辦法討好中間選民 或者是討好綠營的人 但是你又流失了過去對 你因為有講這個協同 然後對你覺得有所期待 然後希望過去 有一些紅利 對啊當然啊 就跟我們張亞中老師講的一樣 假規計敗取逃 這不是我們台灣人 引以為傲敬重的精神 那這些人願意把票投給蔣萬安 願意對蔣萬安有一些期待 就是因為我們過去 一些祖先可能受到蔣家的照顧 一些避應 所以他會有一些基本的票 那你要去守護這一塊 要去守護這一塊 到現在看不到你 真心的去捍衛蔣家這個招牌 然後你 凡事都那麼往後退一點 沒有想要跟我們的蔣中正 包含權威的過去 當然是為了守護台灣 那個時候防止伺化一些措施 你又離得那麼遠 你兩面都不討好 那其實會讓我們基層是很緊張 而且你自己剛剛有講說 你很參與很多霸場的這個場合 其實在最後那一週 我看到很多報導在講 那蔣萬安的態度呢 他還是不表態嘛 他總是這樣不沾鍋 然後其實在立法院 大家對他其實也普有為辭啦 我是說這個媒體的部分 因為你就是一直太愛惜羽毛 愛惜到最後 你已經成為一個沒有態度的人了 對啊 所以你看萬安那段時間霸場的時候在幹嘛 他在裡面弄了一個心理諮商的地方 因為萬華主要是那個時候疫情嘛 大家都比較難過一點 不管是做生意啊 或者是被指稱是防疫破口 其實萬華人心裡都會有一些不平衡啦 他在那邊弄一個服務的地方 我覺得是很好 但是他的能量沒有擴散出來 幫助這次的霸場 可能他也念及說是 就是畢竟同事一場嘛 他也沒有很出力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推的有點太明顯了 就是沒有沒有在這裡有個角色 對應該要有 因為霸場是大家那個時候 在台北主要關注的地方 你在那裡沒有角色 就跟民眾黨 為什麼我們對民眾黨 他在中二選區 或者是我們霸場 會或是我們再遠一點公投 會覺得他的立場是比較搖擺 沒那麼堅定 就是因為他沒有很明確的角色定位 會在這幾場戰役裡面 那蔣萬安就剛好是這個樣子